你接到这个案件,那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事? 发现很大多事件 我们是用了四个人员,这个给你们知道吧 其实那个购买有不爽我 哈喽大家好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在这个的Velocity 对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Velocity里面的Condor的名字 它就是V-Resident II 对啦 所以今天我们是讲其中一个在这个Unit当中 他在也算是在MCO的这段时间 刚好有一个Enquiry进来是外国人 你接到这个Case,那时我们发生了什么事?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Case,我们发生好多事情 我们是讲啦,大概用了多个月才close掉这个Case 其实我们这个Case,我们基本上是 before buyer 飞过来这里呢,我们有两个星期 做Proposal 对 然后Follow up 给他看Unit 照片那些video,有的我们都给他看 那个后,after that 我们整整带他去游戏 整整带了一个月 before setting check 而且呢,我们也是用回之前我们share的method 就是我们给他看video啊 给他看整个我们Prescent的公司 是他选好了 他要看哪一间 对 我们直接马上安排带回去看Task 然后看那个Unit 所以这个Unit 其实我们算是一个Corposal的Case 对 而且当中啦 是给你们吃到饱了 你们吃到饱了 对 其实那个Buyere有不爽我 对 然后到最后我就在这个Case里面呢 那个Buyere直接讲我的名字 叫我不要参与 参与这个Case 然后他要马上还掉我 可是到最后呢 我们也成功的成交了这个Dana 所以你可是我们是怎样成功 其实这个我们有面对到几个问题啦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是外国人 他一定要买100万以上 对 第二他一定要Facing KLCC 所以Facing KLCC的肯定是天价了 第三呢,其实我们有一个过程 我们面对到Unit 我们本来要卖给过后一些的增值 就是谈妥没有谈到好 价钱不到位 对,价钱不到位 对,价钱不到位 就没有了 突然间那个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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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 感到一点都谈不到这个东西 后来我们就开始去找第二第三Unit 可能是没有那一个这么没有 但是还是符合到他要我的东西 到最后 我们那个时候去先讲一点点 之前Movip4见这个Bayer 我们都是谈到面对面谈到半夜一两点 对 然后第二天又很早大家去看很多Unit 对 这个Unit到最后我们扣赛他喜欢的价钱 对 加上我们有其实有帮屋主赚到钱的 对 赚到他心目中的价钱高过 对啊 所以其实虽然面对很多挑战 可是在这个Case里面我们学到一个东西 对 Poperty 其实它可以卖到屋主想要的价钱 我觉得这个Case我发现到好像很简单 只要我们找到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Bayer的东西是什么 OwnerBayer都开心 然后他们现在也move进去了 对 然后期待我们的下一集 对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为止了 我是Niklas 我是Johnson 我们是JPG Real Estate E-Trust 是JPG Real Estate E-Trust